能顶住一三 哎 假着急凹了一个僧龙 这个僧龙害了他自己 比赛进行进行啊 日本人拿到了快点 这边也不能换人比赛打到这个份上没有换人必要了 思想发起强劲进攻对面又要晕直了带给他一下就晕哎可惜过了晕直时间不过 对面也没血了顶不住了 来看一下金甲帆的表演金甲帆刚刚上线两天 很多小伙伴儿期待一起的金甲帆金关长正义的化身终于回归到全黄世界当中了那个来看一下金关长又被锤了 金关长现在空有一身力气使不来啊 小孩的师娘对着日本M大师的手机的样克隆王要一挑战啊 本大级偷袭这个也是一个人大 这个灯笔的让脸没连上啊确认失误了 好的 继续前冲这个 能不能打到F的局朋友们 绝对能打个能绝对不能打个不能继续下来先对魔奖 M大师这里有点慌了 嗯敢压我压我老子又升龙了 师娘现在又是个谁打击前冲半月三轮 哈哈哈哈 啊 一个 啊 七战 和龙要带走金甲翻了吗 啊 没有资源你看看小孩超大两球也没完 啊 啊 来看这场精彩的对局吧 5比6 还是日本人的带点啊 我们现在来看是左边一匹中国小孩 右边日本M大师啊 这场对局是抢七局的 目前日本人领先了一分的优势 对于十两来讲 十两单挑谁能达到最后要是一个正利得 其有利跟百切百合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差异啊 我没有什么绝对的那个什么 现在 SK中文版官方中文社名名字就是金甲翻啊 不是金甲潘也不是金甲换 就是金甲发了 有没有什么 什么家妞吗 啊 啊 进去来看现在这局 小孩能不能来个凤凰角给大家伙抽一抽 看个凤凰呀 干不过 现在日本人费点小孩只剩下一个伊斯拉了 只剩下一个伊斯拉 日本大师现在手上六分小孩手上也是六分来到了S局了首发同样的角色都是选择的梁是娘咱们俗中是两 来到了小孩的进攻一口气把对方打满天都是小星星来看一下金馆长 这个比分比赛规则是小孩尽用科隆 炒鸡精在你特的情况下如果说无规则朋友们那你想象一下小孩如果用科隆来手底是不是那比分会不会也是这个样子呢 M大师的进打三被打的简直他妈都认不出来了 好 好了那现在比赛对于小孩来说 关键不是说能不能赢了是怎么赢是一挑战赢还是 换一个人赢 M大师现在打一个反三局啊 日本人也怒了巴嘎 住手住手 好了看来一挑三没了 没了一挑三了 金甲凡来对战克隆了手上有三条戒啊 最后会不会打出凤凰来呢 最后一击来一个凤凰 哦 哇 金甲凡冠状有点顶不住啊 小孩金冠状 上来就被打掉了派许啊 目前手上有四颗剑 大家找机会啊 能不能看到凤凰就看这一灯了 好角落里 小鸭 小青拳 尽管他站地封通 没有重铸 对面的 ES白眼展没偷到 好 继续啊 弯了 走是想玩这个凤凰看不到了 好在克隆手上气不是很多 烂车了本来是想搞给给大家搞一个凤凰看的 好了来那个顶点吧给他来一个喷 抖啊 偏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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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 Taj 操良 íGi eye